好,32題 一個面積是100的正方形ABC珠 取各邊的終點連成第二個正方形A1B1C1D1 再將第二個正方形連成A2B2C2D2 好,那我問你6 好,A6B6C6D6的周長為何 先算邊長就好了 反正這個邊長是10,對不對 OK,那各邊終點,所以我知道這裡是5,這裡是5 第一個A1它叫做5倍的根號2 好,這個是5倍的根號2 那你知道再往下是多少嗎? 再往下又是這一條 那這一條多少? 你就先看嘛,剛剛這裡是10 所以從10變成5倍的根號2 做了什麼動作呢? 當然是把10去除以根號2 是不是才會變成5倍的根號2的 所以如果再往裡面,邊長會再縮減 根號2倍 所以下一個的邊長應該會叫做5 那在下一個邊長呢 就是5去除以根號2 好,也就是5分之5跟號2 好,那這樣就夠囉 就不用再往下了 那我現在要算的是第六個圖形 那這個我們把它叫做A6 它就等於A1乘上R的5次方 A1多少? 5跟號2,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再乘上R是多少? 更號2分之1嗎? 我剛剛忘記寫 更號2分之1 所以再乘上 更號2分之1的括號5次方 好,所以這裡就會變成 欸? 更號2分之1的5次方 我們先看更號2的5次方怎麼算 這個就會等於更號2的 2次方 更號2的2次方 再乘上更號2的1次方 對吧? 所以這裡是22 的4 所以它就是4更號2 所以變成5更號2 乘上4更號2分之1 約掉 4分之5 好,變長搞定 那周長呢 再把4分之5去乘上4個 答案就叫做5 所以它的周長就等於5 不會讓它走 回到5分之1 說到5分之1 那邊